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28号 要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评估债卡病毒对美国的威胁性 详细的节目内容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好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星期四晚上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了最后一场别论会 布鲁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说 美国目前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国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如果他当选总统就要对恐怖分子穷追猛打 肯塔基州国会参议员保罗说 卢比奥的计划是错误的想法 如果要想保卫国家就应从边境安全着手 星期四辩论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川普的缺席 川普表示自己曾受到福克斯新闻网的不公对待 所以拒绝参加辩论会 举行辩论会之前 川普的共和党对手看到了削弱川普领先优势的机会 嘲笑他拒绝参加闭论会的做法 中国籍男子史德韵涉嫌杀害自己的两个棋职后 前逃回大陆途中 在香港被捕 目前正在等待被引渡回美 28日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桑迪亚哥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 27日获得对史德韵的引渡逮捕令 对被告罪行的指控显示 被告使用致命和危险武器断线前 两名遇害兄弟的葬礼 将于30号早晨10点 在亚卡迪亚Holy Angels天主教堂举行 史德韵的另外一项指控是 他在1月21号 对已分居的妻子林玉静 进行家庭暴力的伤人罪 桑迪亚哥表示 如果被告罪成 他将面临在州监狱终身监禁 好了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看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据报道 美国准备把一位女性历史人物的肖像 印在新版10美元上 没想到引来无数美国人的争论 这场争论其中 既包含有关女性价值的思考 也包括对两名男性历史人物 优劣的权衡 衡量 一个是印在10美元纸币上的美国开国元勋 亚里山大和哈米尔顿 另一个是印在20美元纸币上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这些评论显示出 人们对哈米尔顿有多崇敬 就对杰克逊有多不满 由此再度挑起那个旧话题 即在10美元纸币上进行重新设计之前 应该先把20美元纸币换了 美国洛杉矶警局28号宣布 警方上周发起大范围的打击拐卖性奴的行动 共拘捕198人解救18名受害者 其中包括12名未成年人 打击行动在1月18到23号进行 警方连同相关部门寻找被拐卖性奴解救受害者之后 开始寻找并逮捕皮条客 在长达一周的突袭中 当局解救6名成人和12名未成年受害者 在198名被捕者当中 115人被控召计 6人是皮条客 据报道 这次行动是由洛杉矶警局侦探和犯罪科 贩卖人口组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的 另一方面 加拿大亚省一名年仅16岁的少年 因吸食的电子烟发生爆炸而烧毁了面容 炸崩了两颗牙齿 还伤及舌头和喉咙 痛苦不堪 据报道 这名少年吸食的电子烟牌子是沃特福幻影 当他按下按钮点燃电子烟 正要张口吸烟的时候 离他嘴才两寸的电子烟突然爆炸 到目前为止 电子烟的制造商和销售商 还不能回应这起事故 其父呼吁政府发布法令 禁止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 目前 全国出亚省 萨省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外 全都禁止未成年吸食电子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进行订阅 我是雪桥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凤典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